前尘影视如梦如幻 泰山北斗涌垂高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古德云 情不重 不生缩脱 爱不生 不生不躲轮回 爱是生命的根源 是红尘中一切缠绕的根源 那么什么是爱 佛家是怎么看待这个爱字的呢 这个问题 红衣法师曾经的妻子就问过她 当时红衣法师回答说 爱就是慈悲 今天的故事中 谭须书法师在离家多年后 再次面对曾经的妻子 面对她的满脸泪痕和欲望轻身 谭须那时将怎样回应 下面就请您收听今天的故事 1920年 我和谭须书法师 到北京去请藏经 路过银口 那时 我的家眷还住在那里 我到阴口时 住到佛教宣讲堂 那里边的人 都是我在家时的老朋友 我走之后 原来开设的那间小药铺 就由那些老朋友 接过来暂时维持着 家里连大人 家几个小孩子 还有六口人 我走后 家里生活无浊 多长一班老朋友 诸多照顾 说起来 我很感激他们 我最初出家的目的 主要是想弘扬佛法 让世间人都明白佛理 小的因果 改恶向善 离苦得乐 同时 在我离开家 预备到天津清修院 出家的时候 在路上走着 已有怨心在先 将来 如果出家成功之后 在佛法中 得着一点气味 再回来 杜托妻子眷属 现在 总算出家成功了 在佛法中 虽然还没有深的造诣修正 但总算 摸到了一点门路 嗅到一点气味 现在 因请藏经 路过阴口 已经走到自己家门上 如果 不到家去看看 按情理来说 都是说不过去的 当初 我为了要出家 扬言回家 修营地 走了之后 家里的人 和我一般老朋友 都不知我到哪去了 东找西问 始终 也没得到我的消息 这次 我一进宣讲堂门口 我那般老朋友 就向我说 哼 你可来了 自你走后 杳无信息 你家里那位 王大奶奶哭的 死去活来 现在 正要找你 你来了怎么办 我说 既然来了 就有办法 我要到家里去看看 不然像捉迷藏样 日久 亦不是办法 说这话时 正是九十月间的一个晚上 第二天 有陆秉南 王志一等几位老友 陪我一同回家 临去之前 他们先给家里人 打了个招呼 当我一进大门 到了住房门口时 我那人 在炕上坐着 回脸向里 不下炕 见了我 什么话也没说 哇的一声 就放声大哭起来了 本来 女人的哭 也是天性 她心里有委屈 受冤枉的事 不哭 不痛快 哭一会儿 似乎把心里的冤屈 郁闷都清涂出来 心里 就痛快了 所以 当她最初 放声大哭的时候 我也不拦挡 不劝她 等她哭了一会儿 哭得快没劲的时候 我说 我来了 你应当 发欢喜心 不应当哭啊 哭 有什么用处 这时 和我一同去的几位朋友 也都从旁劝她 凉久 她才 啜气着说 你走了 连言语也不言语 我说 当初 我要言语的话 你还能让我走吗 你走了 家里怎么办呢 我说 我走了 我走了这三四年 连信也没给通 不是你们到现在 也还能活着 没有饿死吗 不是 也就能办了吗 她没有话说 接着 我又说 这时 我到别处 去出家 到今天 还能回来看看你 假如我得一个急症 死去了 永远不回来 那你怎么办 不是你们还得要活着 还得要办吗 那能这么快 这么巧 说死你就死了吗 我说 这事情 谁也不能做保证 例如我在十七岁那年 刚刚和你结婚 才不过四天 就死去了 当时你不是捏着鼻子哭吗 幸而我又 缓醒过来 才活到现在 不然你也许 守一辈子刮 也许又另嫁人了 还有我们对门的那位金同学 和我同日结婚 也和我同日死掉了 当时他女人 红装艳浮未去 马上就披麻带笑 拉起笑声来 这些情形 你不是都亲眼目睹吗 谁能给保证 能不死 谁能给做保证 能不快死 还有像你娘家的哥哥嫂子 都才活了四十几岁 还没活到我们现在的年龄 老早就死了 还有其他邻居家 亲戚家 年轻小伙子 正在年复立强 忽然得个疾病 不几天就死了 像这样情形 你没看见吗 你之所以不让我出家 无非想让我在家里 能升官发财 我今天实在告诉你吧 幸而我没在家里升官发财 如果我在家里升官发财的话 恐怕 恐怕你还不如现在好 也或者早就死掉了 那怎么回事 他听到这里呼的发问 哎 我说 你没看现在做官的人吗 那个人到升官发财之后 不都娶上三个五个小老婆 有了名的还不算 还要金屋藏娇 来几个案的 假如我要升官发财之后 最起码 也要娶上两个小老婆 有了小老婆 谁还爱大老婆 到那时候 亲礼来说 把你打入冷宫 生活也不管你 众礼来说 天天让你吃醋争风 活活把你气死算完 你还想象现在一样 什么事也没有 做家里享福 恐怕办不到了 况且我这次出家 全是为了你们 才出家的 为什么你出家为我们 为了拯救你们 离苦得乐 才出家的呀 我说 你看 我们这个世界 有多么苦啊 简单说 有八苦 细说起来 有无量诸苦 别的苦先不说 先拿八苦来说 第一是生苦 人谁没有生 未生的时候 在母妇中怀胎十月 像坐牢狱一样 苦不可言 生下来之后 就大声痛哭 胎儿见风 如刚刀刮提 饿尿不支 饥寒无定 这都是苦 到了七八岁之后 穷人家的孩子 少吃无穿 要慢慢让他学做工 求生活 有钱人家 有钱人家就把他拘禁起来上学 二十几岁后 要去奔波 或用思想或用血汗 从事生产 一辈子 牢牢碌碌碌 醉生梦死 到末了 一场空 一点意义都没有 第二是老苦 人老了之后 耳聋眼花 发白面皱 赤脱背躯 行路隆中 所有健康条件 都失掉了 谁也不喜欢你了 出入 又无人照应 第三是病苦 人有了病 痛得抓抗息 嗷嗷直叫唤 没医药 也没人照应 这是多么苦啊 第四是死苦 人死 绝不是一回好事 种种痛苦 谁都知道 也不必细说 第五是爱别离苦 人生 父母恩 妻子爱 或者知己朋友 一旦分离 你东我西 就像现在 你喜爱我 天天天在家里 陪伴着你 我却一去 没消息 这不是爱别离苦吗 第六是 怨赠会苦 世人常说 不是冤家不剧头 欲是你所 烦恶 憎恨的人 欲天天见面 例如一个大家庭里 父子兄弟 姊妹 或朋友邻居 或朋友邻居 因意见不合 你欲想 见不到他 他欲是天天在你眼前里过来过去的 和你会面 有时 冷言冷语 说几句 几次的话 像冷剑样 自己的你心里 痛很难过 还有自己的儿女 小孩子 讨气不听说 天天气得 撅之嘴 恨不得要死 可是你 天天要和他会面 还要照顾他吃穿 你想 这是多痛苦的事啊 第七 是求不得苦 例如 上面所说的苦 你想求把他离开 不可得 还有世间人 千方百计的想法子 求名求利 末了用尽心计 总是得不到手 这也是最感痛苦的事 末了还有总结起来的一种苦 就是第八 五蕴赤圣苦 蕴者 俱也 我们人的身体 是由色 受想 行使 五种成分 聚凑而成 为了要使这身体 有好的享受 要保护它 爱惜它 因此在这五种成分上 各个起了不同的作用 这作用 就是人们的欲望 欲望 欲望像火焰一样赤胜着 生生世世 烧得人们像火煎一样囊过 这是简单的说八苦 其他 还有无量诸苦 就不必细说了 我出家之后 我出家之后 得到了出苦的方法 这方法就是 学佛 念佛 因此 我今天特意回来 劝你们 也学佛 念佛 将来 我们全家人 一同离开 此着恶世界 升到佛国去 到那时 常为聚会 永无痛苦了 经过 我种种的劝导解释 他心里的冤屈 痛苦 似乎都消下去了 接着他又说 自你走后 孩子们讨气 都不听说 我也管教不了 将来的生活 还是没法解决 我说 这不要紧 孩子 哪一个不听说 你把他给我 我领走 给你领走干什么 嗨 我说 你怎么这样糊涂 我现在是当和尚的 我领他们去 我当老和尚 让他们当小和尚啊 他又问 我将来怎么办 我说 也有办法 给你介绍一个师傅 送你出家当尼姑 这样 我们全家都出家 不是就好了吗 不成 他说 我不出家 孩子你也不要领 我说 既然你不愿出家 在家当居士念佛 也很好 之后 我给介绍 任禅定老和尚为师 给做归依徒弟 其法名 广达 1921年 我到沈阳万寿寺 办学 那时 我那个寺儿子 王维翰 已经十岁 给介绍 姓元老和尚 坐下出家 后去哈尔滨吉勒寺 建立 僧学校中念书 从1920年起 我那人 接受我的劝导 开始信佛念佛 孩子们自幼生长在 佛化家庭里 耳濡目染 无形中 也受到佛教的熏陶 后来 有两个孩子 也自动出家了 我那人念佛 念了七八年功夫 到了1928年往生 那时 正赶 我从北京 回哈尔滨 未修冷言四世 路过阴口 回家去看他 见面时 他很感激我 说 如果 不是我劝化他 信佛念佛 想在漫漫长夜中 恐受苦 以不知时苦 现在 觉得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苦不可言 深生厌恶 恨不得早早 离开此 着恶世界 胜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在他临终的前两三天 稍微有点病 但 心里很清醒 到了最后 临终时 从床上坐起来 口里 念着阿弥陀佛 和观世音菩萨圣号 很安然地 就往生了 那时 松全 在极乐寺念书 文训赶来 和他母亲 剪最后一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情爱苦吗 苦 但却不忍放下 我想 这也许就是 大多数红尘中人 当前的状态 今天的故事中 谭虚法师 用佛法的智慧 度化了妻子儿女 化红尘小爱 为世间大慈悲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 在面临至亲至爱时 还能有这份理性 智慧与慈悲 最终 谭虚大师的前妻 放弃了世间的 情爱执着 常念世间苦 愿求西方生 临终 他口念佛号 自在往生 这样殊胜的因缘 使我们有种地感叹 佛法的大智慧 大慈悲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